阳光下的少年一头茶棕色的短发 引来了过路行员三番两次的侧幕 他起身去便利店买点东西 结账时中途去拿了一只可乐 等重新回到队伍里 引来了身后人的不满 只见游虫不耐烦的羡慕 没人叫过你不要插对吗 少年举起手中的可乐 懒洋洋的说他刚结了一半离开 前面的小姐姐可以作证 游虫不再看他 往后退开一步 看着游虫的举动 少年饶有意味的笑了笑 他突然往后退了一步 夹带着少许抱负的衣尾 朝后靠去 与此同时 他的腰背游虫的拳头顶 少年错愕回头 似乎明白身后人想了什么 故意卸掉全身力道 任由自己朝游虫的胸膛靠去 游虫始料未及 面色黑了下来 就在十分钟前 少年刚进便利店 就听到了关于自己的八卦 八千买文凭 私生活混乱 而且还难允无计 周轩说话的声音不算小 少年一路听到木耳 不难猜出 对方口中的话题人物就是自己 贴见游虫眼底 毫不掩饰的厌恶 这才故意想制止他 少年能叫林和熙 也不同娘不爱 由于是私生子 母亲死后 才被接回家中 在父亲长期的监视下 他扮演着不学无数 风流懒散的样子 并和同时私生子的名男玩在一起 下午名男因为抢夺球场 打着林和熙的名号 说借了一下午的场地 等到老师查询场地记录 又直接甩锅给林和熙 说是他通知错了 这一出无疑是让周轩觉得 林和熙就是故意找他们麻烦 此时的游虫是黑着脸 从便利店出来 而周轩家里有个 纠战雀巢的小妈 原本就讨厌私生子 看他又招惹了游虫 更想给林和熙 找点麻烦处处起来 而此刻的林和熙 却不知道 即将有一堆麻烦是本着他 譬如外卖总是无故失踪 次次挑他 不在寝室的时候查起 逃课时 托班上同学替他打网 最后群里 发来的缺课名单上 却总有他 时间一长 辅导员也屡次找他谈话 林和熙终于开始 证实起这个问题 是有人故意针对他 看着身边低着头 快速路过的同学 林和熙拦住了他 问他是不是知道什么 同学颤颤巍巍的 说是周轩在论坛放话 要整他 文言 林和熙想着他什么时候 招惹了那群 名正言顺继承家产的少爷 他打开手机看论坛 突然想起什么 哦 他还真惹了呀 几日后 林和熙正琢磨着 要怎么去找人要个说话 周轩就自己撞上来了 他们选到了同一门课程 林和熙的目光 停留在游虫身上 他虽暂时不能让周轩不痛快 但游虫不痛快 也是一样 谁让他是个看脸的父亲生物呢 林和熙当着众人的面 在游虫身边的空位坐下 游虫你没说 这有人吗 林和熙不慌不忙的说 他没看见人吗 不是说他男女不计吗 那么他就不计给他们看 林和熙属然轻身靠近游虫 冲他眨了眨眼睛 我不挑事 我就想做的比你更近 游虫后眼离开 陆容满面地盯着他 杨卷埋头就往后排冲 走进来才发现 游虫与周轩两侧都坐满人 当即就愣在了原地 眼看林和熙 没有任何要起身让坐的意图 他只能找了后面一个空位坐下 课程需要六人成组 杨卷问游虫还差两人怎么办 游虫转头看向四周 问有谁来 一只手抖然撞入视线内 游虫的目光 从林和熙那头一场打眼的 茶棕色短发上方 评略而过 触及他耳垂上的银色耳钉时 眉头甚至还不着痕迹地皱了起来 游虫转头 对前面的两位同学说 我们一赌吧 行吧 林和熙有些失落地起身 等分组名单确定下来时 林和熙已经分进了游虫的组里 游虫有些吃惊 问是不是他倒的鬼 周轩怒气冲冲地说 这里没有人待见你 我劝你不要凑上来找坐 我只是想和游虫一赌 你是太平洋警察吗 管这么宽 林和熙疏然抬眸 链上笑意瞬间消失 只准你用手段找我麻烦 就不准我用手段换掉你队友 没有这个道理 是不是 尽管是个钢铁直男 是不是也扛不住 这一声软弱的哥哥 上集说道 选修课课程分组 林和熙使了点手段 分到游虫的组里 让那群大少爷很是不爽 林和熙笑眯眯地 让游虫加个微信 游虫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林和熙小心试探 将手倾触到游虫的手机上 游虫瞥了他一眼 甩开他的手 警告不要招惹他 林和熙四世无辜地 说他每天正常吃饭 正常上课 真不知道哪里惹到你了 游虫想起便利店 他脚狭地靠到他怀疑 只觉得他是在故意装傻 心中厌烦又增几分 看着游虫起身要走 林和熙慢悠悠地说 走这么干脆 是不想要学分了吗 你还在乎学分 当然了 要不我来上课干嘛 游虫叹了口气 让他安分点 随即加了他的微信 两人口头上达成一致 林和熙安分点 他们也不再找他麻烦 林走前游虫再次警告他 不要在微信上骚扰他 否则拉黑 林和熙忍笑应下 待他们离开以后 林和熙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斗志男怎么这么有趣 宁男生日叫上了林和熙去酒吧玩 其实林和熙并不喜欢宁男 但自从迈入林家 他就被自动划入了 宁男所在的交际圈子 私生子就该和私生子 待在一起才对 至少让林家的正牌太太和少女 不会疑心他肖想林家的家产 宁男拉上林和熙去舞池玩 林和熙神色散漫的 站在人群外部 突然一个长发女孩 朝他撇过来 林和熙想要将她推开 光影交错间 他瞥见林红和游虫 短暂的真钟过后 没有任何闪动 林和熙的目光 直直望向游虫的眼睛 捕捉到对方脸上淡淡厌恶的那一瞬 林和熙毫不意外地弯了弯唇唇 下一秒 他很懒着女孩离开 二楼扶手边 林童看着林和熙 随便带着女人离开 感到十分不屑和丢人 感到我指向外面 林和熙告诉女孩 说她没那个意思 离开后 她买了酸奶 到巷子旁边喂猫 察觉到刚刚的女孩还跟着 她递给她一支酸奶 女孩名叫方清凌 是大一表演系学生 两人一起喂猫 互相认识后加了微信 喂完猫 方清凌说 下次请她喝奶茶 就离开了 正打算回家的林和熙 突然瞥见向口瓶的一辆车 她敲响了副驾驶坐的车窗玻璃 露出狐狸般脚狭的笑容 刘崇这么一秒 你没问她什么事 林和熙也不眨的撒谎 说她手机没电了 能不能顺路载她回学校 刘崇果然张口 就拒绝 怎么过来的 就怎么退绝 林和熙可怜兮兮的说 手机没电 不好打车 宿舍门禁也快到了 刘崇终于掀起眼皮 来端向她 说她不回学校 要回城南小区 闻言林和熙有些稀奇 大少爷竟然跟她 住在同一个小区 她急快回神说 路过南门 放她下来就行 刘崇被她盯得 隐约有些不适 错开了目光 让她上车 林和熙 其实并非是真的想要 蹭刘崇的车 只是抱着与刘崇 玩笑几句的心思 一时没想到 刘崇讨厌她 还会同意让她上车 都是锦衣玉食的少爷 她好像不太一样 刘崇看着林和熙 将头抵在车窗玻璃上 让她想吐就吓车吐 林和熙闻声睁眼 相当自然地 将下巴 抵在驾驶座的一位边缘 凑近刘崇的耳边 说她没喝酒 察觉到她的视线 刘崇将后视镜 朝上方抬去 不要把你那点心思 打到我身上来 林和熙明知顾问 心思 什么心思 她忍笑点头 主动转开话 提问她是哪年出生的 刘崇测了测搏梗 躲开她唇边呼出的热气 警告道 离我远点 刘崇极为克制地 压下眼底韵色 冷声爆出具体的年份 比我大好几个月 那我是不是应该叫你 哥哥 身下的车 折远方向极准 而后猛的刹车停下 刘崇眼底有明显的怒意 看上去像是气得不轻 想让我在车里 揍你就直说 那一瞬间 林和熙极为肯定地 在心中告诉自己 眼前的人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直男 刘崇突然地凑近 让林和熙紧张了一瞬 她正在原地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见刘崇伸手 从她的裤带里拿出手机 下一句满口谎言就离开了 林和熙难得心虚地摸摸鼻尖 没有说话 看着尤崇走进家门 林和熙没想到 他们居然是上下邻居 就在五分钟前 尤崇刚把林和熙 送到A大南门 没想到回家坐电梯 又碰上她 尤崇语气颇为讽刺地反问她 上车前说过的话 林和熙不慌不忙地解释 她回去时 宿舍大门已经锁了 又可怜兮兮地问 能不能去她家住一门 尤崇没有理她 背着脸走出了电梯 林和熙默默跟在身后 当尤崇停在镜头的那扇门前 林和熙面含期待地望向她说 救助一晚 尤崇立在原地 目光锐利地打了她 在她微卜的口袋上 停留了片刻 林和熙见她走近 以为她想好了 于是便有了开头的内衣 周五那天林和熙难约林和熙晚上去联姻 林和熙连眼皮都没抬 就拒绝了 林南一时间脸色十分难看 午饭没吃完就气走了 而林和熙还波澜不惊地喝着奶茶 直到身侧的落地窗被人敲响 她闻声抬头 就见窗边站着的是方清明 方清明塞给她一杯奶茶 作为上次请她喝酸奶的回礼 林和熙刚喝完一杯 正愁着这奶茶怎么办 突然瞥见 对面正在排队买奶茶的油虫 阳光下的油虫 笑容格外耀眼 林和熙拎着奶茶走向她还没开口 就听见油虫嘲讽她 不缺送奶茶的人 可我不想喝她送的奶茶 比较想喝你送的 油虫面色冷沉地瞥了她一眼 她才收敛地说 只是过来问问 你们有谁要喝奶茶吗 只是气氛异常地安静 林和熙神色如常打算离开 抬脚的那一刻 她听见林同毫无预兆的开口 下午五点 在学校北门一起回家 不要迟到 林和熙没有说话 既然她想眼 她就奉陪到你 下午五点找林和熙准时上了车 林同也不管弯莫及 直接开门见山 让她离油虫远一步 怎么 我找她让你不高兴了 你知道就好 林和熙神色淡下来 说她高不高兴 跟她没有关系 林同警告她认清深刻 油虫不是她能攀得上的人 你喜欢她呀 林同一本正经地说 是朋友那种的喜欢 而林和熙仿佛没有听见前半句话 原来你喜欢她呀 林同如同被点燃的炸药包 恼羞成怒地说你才喜欢男人 我是喜欢男人的 林和熙扬作愁苦般轻轻叹气 说她出生又不是自己能选的 你却因为出生阻拦我喜欢你 私生子就不配拥有自己的爱情了 林同被她的大段道理弄得有点猛 反而回过神来说她答非所谓 林和熙心中觉得好像 她这个弟弟也并非是全无可爱之处 此时林和熙有心逗问她 她说油虫这样她怎么能不喜欢 于是夸了一堆彩虹屁 最后疏然凑近林同耳边 说不定在床上也很猛 林同怒不可恶地推开她 脸红脖子粗地说油虫不喜欢男人 让她赶紧死心 林和熙脸上笑意加深 背靠后座语气散漫 那就好好看看 她到底会不会喜欢上海 看着眼前惯常厌恶自己的弟弟 林和熙故意表现出喜欢油虫 更邪恶地表示油虫那方面肯定很猛 这句话无疑是让林同暴走 看她的眼神 如同看什么玷污神圣事物的玉米般 林同气得嘴唇微抖 两人再没说过话 林和熙刚才是有心逗弄她的 她靠在座椅上 想起从前在林家受到的冷言冷语 母亲死后她跟着林父回到林家 林太太提醒她不要消想不属于她的东西 而后的日子 她习惯了林家所有人对她的忽视 林和熙 没有人期待你的到来 晚上七点开饭 林家四人前前后后地入阅 期间林父问起林同在学校的生活情况 眼中流露出淡淡的欣慰 又听闻林同明天跟油虫约好去看赛车 林父很是满意 嘱咐她一定要和油虫维持亲近的关系 一旁的林太太突然开口 问林和熙在学校有没有交新朋友 林和熙顺着对方的心意 说没交新朋友 还是和您难玩 闻言林父重重拍下筷子 果不其然露出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林父让她不要阻跟您家的私生子私会 明天跟林同一同出去 林和熙将林同不爽的模样收入眼底 她轻轻笑了起来 并很乖巧地说 好的 爸爸 第二天后 林和熙跟着林同一起出发 林和熙像是对车内人的态度毫无所决断 对着油虫和身旁的杨卷说了句早上好 杨卷察觉到林和熙没有恶意 下意识地就跟着露出笑脸来 然而她突然回过神 想起她是油虫和周轩讨厌的人 也该与他们同仇敌开才对 两小时后 对上她的视线 从容地介绍了自己 赛车手唇角笑意渐渐加深 林和熙是吗 我记下了 负责人领他们去了包厢 林同神色漠然地说 没有多余位置 你站着吧 怎么会没有地方坐 你旁边不就有吗 你敢坐 试试看 敢是敢的 就是不怎么想坐 林和熙俯身带着几分露骨的暧昧 我得感谢你 替我找到了和油虫一起坐的礼物 林和熙走到油虫身侧 说我们几几 她垂下眼眸 目光直勾勾的流连在油虫的大肚上 油虫察觉到她的目光 面色不悦地拽住她的衣领 你往哪里看 林和熙面露无辜 你不让我坐你旁边 我当然就只好坐你腿上 油虫警告 她不要没事找事 林和熙不躲不避地迎上她的目光 你明知道这里没人欢迎你 为什么偏偏还要跟过来 林和熙玩笑的心思淡了下来 她本想过来气气领腿 现在有些后悔了 看着林和熙的表情 油虫问了一会 见林和熙神色低落 油虫松开了她的衣领 林和熙转身准备离开 垂在身侧的小臂被人拉着 座位给你 老老实实给我坐着别动 然后林和熙真如油虫所说 在沙发里做了整整个上路 男人突然凑近少年 将手伸进她的裤子口袋 却被少年紧紧抓住 只见她眼底笑意见深 你难道不知道 这是对我的某种暗示吗 赛场自尽 林和熙看到羊卷正在地上摸索 伸手将她拉至安全区 反应过来的羊卷 错愕地站在一旁 林和熙将手搭上对方肩头 让她跟她一起开卡丁车 卡丁车的赛场也有小型比赛 前提是以小组为单位 两人戴好防风眼镜坐上卡丁车 并分相想过后 卡丁车顺势加速 李直冲向前方 林和熙轻挑眉间 对小组过胜志在闭口 他们的车最先冲过了跑到中底 此时的羊卷还猛猛地有些晕 拿上赢的奖体 林和熙领着看不清路的羊卷 去游虫车里取眼镜 见羊卷没戴眼镜 还有些晕 林和熙顺势从她手里取走车钥匙 看着后备箱的行列 林和熙了然 他们晚上是要这边过夜 她悄悄将车钥匙顺入口袋 对羊卷挥手后离开 等羊卷回到餐厅里时 得知车钥匙在林和熙那 刘虫起身去找她拿回来 当她找到包厢里 就见林和熙正整着 从卡丁车比赛中迎来的大选 躺在沙发里玩手机 刘虫垂眸问她车钥匙在哪 见林和熙不动 她不耐烦地伸手去拿她的手机 林和熙躲开她伸过来的那只手 说等她打完这局就等两分钟 对上林和熙的笑脸 刘虫动作微顿 安安静静坐到沙发上了她 两分钟后见林和熙没有动静 刘虫问她要是在哪她自己拿 就在我的裤子口袋里 刘虫靠近视线从她上衣轻轻掠过 将手伸入她的牛仔裤口袋中 夏天的长裤布料很高 腥微发烫的温度从大腿上传来 林和熙眼底扶起促瞎之意 下一秒 林和熙伸出手去 隔着裤子口袋将掌心扶在游虫的手上 她以掉诱导而微妙 你难道不知道我的兴取向吗 把你的手拿开 你知不知道 当你把手伸入我的裤袋里的时候 就意味着 你正对我做出某种暗示 游虫猛地甩开她的手 伸手牵住她的下巴 冷声紧到她 不要把这些手段用在她身上 你就算脱光站在我面前 我也不会对你有任何法 林和熙顺从地安分下来说知道 游虫锐利审视她两秒 然后才松开她的下巴 片刻之后 游虫再次问她要是在哪 林和熙扬坐满面愁容 说她担心没地方 打算在车里将就睡一晚了 见游虫没有说话 林和熙继续说道 车都不愿意借我 是觉得我这样的人会糟蹋了你的车吗 游虫神色灰暗地扫他一眼 你这样的人是哪样的人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早已听说过 林和熙将手里的车钥匙抛还给她 又抱着手机躺回大熊身上 我问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却跟我提那些留言 你连自己都做不到 不看清自己 还要怎么去让别人不看清你 游虫走到门口那一刻 还是冷冷丢下话来 与其担心晚上没地方睡 不如想下 这里又有谁愿意和你一起睡 关门声伴随着对方的话 清晰落入眼中 林和熙放下手中的手机 她眼中神色复杂 低声难难 谁在乎你信不信 小辽精看着此情此景 又想再做一把 只见她伸手拿了一颗樱桃 纵致男人唇边 似是打算亲手投喂 樱桃滚入对方口中的同时 手指沾上了对方嘴唇的触感 惊得林和熙指尖轻轻一颤 庆功用在附近的别墅里举行 林和熙静止走向 通往后院的那扇门 就被一位漂亮的小姐姐拦住 游泳派对只能穿泳裤进去 就算是帅哥也不能为所欲为 林和熙懒洋洋地说 衣服就不脱了 不如我给小姐姐看看腹肌 就放我过去怎么样 小姐姐面色为难 但眼睛却是一眨也不眨的 盯着林和熙看 林和熙漫不经心地勾着唇 伸手捏住自己的衣服边角 缓缓往上抬去 忽然听到一声吃笑 林和熙掀衣服的动作戛然而止 游泳面容本甘又疏离地与她对视 林和熙唇边的笑意扩大 说她旁边这位帅哥有八块腹肌 跟她比起来 我的身材实在是没什么弹头 顶着来自游泳身上的目 林和熙抱起双臂打算看戏 几个小姐妹不约而同地 将视线转向游虫所在的方向 然而游虫接下来的行为 却出乎意料 她伸手解开上衣扣子 当着众人的面 直接抬臂将上衣脱出来 丢给身边的杨卷就进去了 林和熙立在原地 脸上还残留有未消的争论 思维不受控制的发散 假如游虫不是直男 她挥了挥手 及时指住那些危险的小女 林和熙回到客厅沙发旁 看杨卷正在放衣服 于是凑上前说 晚上要和她一起睡 杨卷正一脸懵懂 就见林和熙动作俐落地拖下上衣 直到林和熙离开 杨卷才反应过来 游虫和白天见过的赛车手 再切西瓜 见林和熙走过来 赛车手提醒游虫说她朋友来了 游虫以为是周轩或林虫 头也不回地 让她过来帮忙端果盘 林和熙轻挑眉间 双手抱毙没有出声 她朝游虫走近女 伸手从果盘上 捏回一串樱桃 放入嘴中咬断樱桃的一端 将另一端的樱桃 送至游虫唇边 游虫对于这样轻易的行为 有些意外 却还是张嘴 含住她指尖的樱桃 此时赛车手正眉眼吐霞地说道 原来你们关系挺好的呀 林和熙忍不住笑出声来 看轻声后人的瞬间 游虫一字一顿地叫了她的名字 林和熙见好就收 弯蒙笑着朝她道歧 瞥见她严底的笑语 游虫心中怒意更甚 张口就让她躲 林和熙正松了一秒 精致好看的眉眼间 男眼失落和愧疚 她滴滴腿下眼睛 一言不发地离开 看着林和熙失落的背影 游虫鬼使神拆斑绝 自己刚才话说得太重了 赛车手露出稍显歉的目光 说怪她以为是朋友 问她要不要出去看看 游虫沉默了片刻 还是转身朝外面走去 小辽精暧昧作死的头位 让游虫愤怒不已 然而瞥见林和熙失落的背影 她又有些于心不忍 林和熙出门后 就换了副平常脸色 走到后院时 被一个女孩伸手拦下 她适时伸手抵在两人之间 阻止对方靠近 当女孩有话就直说 此时游虫刚追出来 就听见女孩在向林和熙告白 林和熙声音很轻 却也不留任何余地的拒绝了 女孩面露失望地退开 当听到林和熙告诉她 对于那些 你主动靠近不会拒绝的人 并不值得托付自己的感情时 女孩失落的神色渐渐消失 转而感激地说她记下了 林和熙回到客厅里找衣服 就见游虫闭目坐在沙发上 她故意贴着对方坐下来 游虫罕见地没有动让她有些意外 抱着试探的想法 林和熙又将脸朝游虫的方向凑近几分 游虫动作极快地抬起手腕 让她离远一点 林和熙老实地点点头 突然她脑袋一偏朝游虫肩头靠去 游虫用力扣住林和熙的手腕 问她是不是没完啊 林和熙神色惊讶 说她只是想拿衣服 游虫提醒她 既然知道让别人跟她保持距离 怎么就不知道 自己别随意跟人凑这么紧 林和熙微微疑愣 随即反应过来 刚才她听到 她伸手勾过角落里衣服 提顾着 她真的只是想拿衣服 回房间以后 林和熙才想起来 自己没带换洗衣裤 一身汗臭 不换衣服是不行 羊卷的衣服她又穿不进去 可是刚刚才惹毛了游虫 她又不一定肯借 林和熙私来想去 这些人当中 她反而是对和她关系最不好的 游虫最熟悉 最后 她决定看羊卷 接下来从包里拿出什么 吃衣服就不去 裤子就去 羊卷乖乖闭上眼睛 掏出一条内裤 看清自己手中握的东西是 她面上一热 而林和熙却唇脚微弯 从床边站起 内裤也是酷 当然要去 林和熙抬手敲响了 游虫的房门 余光扫间地上门凤间的小卡片 她正弯腰伸手去捡 面前的扇门 却在此时打开 游虫冷淡而不耐的声音 从头顶落下 我不需要任何服务 林和熙跌着卡片 理气微妙上摇 哪种服务呀 有人骚扰你了 我能帮你解决 游虫冷面回绝 问她什么事 林和熙向她说明来意 游虫抬手就要关门 让她找别人解 林和熙极快地伸手抵住门 说这里只有跟你最熟 我怎么就不知道 什么时候成了你最熟悉的人了 林和熙模样专注的戏数 给她听 你把林同当弟弟看完 林同故意不说要过夜的事 你这个当哥哥 难道不该收拾下烂摊子 游虫叹了口气 让她在门外等不准进来 回头走向放在床上的背包 门外的林和熙悄悄走进去 她的视线停留在被拔掉线的电话坐机上 林和熙略微一思寸 就反应过来了 察觉身后的人 游虫面色不悦 林和熙漂亮的眼眸看向她 藏着不易察觉的脚下笑容 我站累了 想进来坐坐 陡然触及林和熙那样的眼神 游虫神色一顿 她的眼睛真的很漂亮 笑起来食言委会上扬 不高兴的时候 还带着几分肯定 此时的小廖精 因为没带换洗的衣服 很是苦恼 她胡扯了一堆理由 让游虫借衣服给她 又趁着游虫翻找衣服之际 偷溜进房间 这时一个女人推门而入 问须不需要服务 游虫冷眼看她让她滚 女人还不舍得走 看向一旁的林和熙 林和熙上下打量了一番 女气暧昧地说 就凭你这样的 别想跟我抢生意 兄弟大有什么用 她喜欢下边带把她 女人文言 果然不再和她争 见女人离开 林和熙得意地看向游虫 下一秒 就被扔来的衣服盖住视线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喜欢下边带把 林和熙扯下头顶的衣服 拿到脸前绣了绣 不过是作为你帮我解决麻烦的心理 不要想着 能够就此改变你在我心中的形象 林和熙神色无辜 说她没那么想 另外 她还需要一条裤子 文言 游虫你没说没有 林和熙略在失望地点点头 缓缓迈迈着步子 冷不丁地凑近游虫 那么 内裤有吗 游虫突然转过脸来 让她不要得寸进士 林和熙忍笑退开 道了一句歉 转而露出一副 可怜兮兮的模样 变客之后 游虫扔给她一个内裤包装袋 并冷声叮嘱她 穿完就扔 不用还了 林和熙找林和熙 帮她带一节今晚的客 林和熙暂时不想撕破脸皮 淡淡印象 然而第二天打球时 却被一个男生堵住 她伸手想去抓林和熙的衣领 被林和熙敏捷躲开 男生怒气冲冲说 林和熙翘她墙脚 拧紧拳头 就想砸下来 林和熙抬手将她的拳头拦在半空 问她怎么就肯定 那人是她 男生看向她身后明南的跟班 说 昨晚有人看见 他们一行人 林和熙算是明白了 又是明南打着她的名头乱闹 随即指着身后的明南跟班 让她作证 小跟班不敢得罪明南 保持沉默 林和熙转头望向坐在一旁的游虫 说她还有人正 此时的游虫正低头翻看手机 察觉到有人过来 她抬头看了一眼林和熙 触及游虫淡漠的眼神 林和熙感觉希望渺茫 她竟然鬼使神差地叫游虫帮她坐着 毕竟游虫本来就不怎么喜欢她 又怎么会帮她呢 正想着 突然听到游虫的声音 周五她和林彤一起回了林家 而且 昨晚我在学校里见过她 游虫说完 又轻挑眉间 问她们是不相信她说的话吗 那帮男生连忙摇头说没有 误会一场马上就走 见他们都离开 林和熙靠近游虫 问她是不是说谎啊 怎么 只准你在我面前满口谎话 却不让别人说嘛 林和熙一秒变脸 说她是太感动 游虫毫不留情地回了一句撒谎 谢了 算我欠你一次 下次还你 没指望你能还我 如果你真的做了那样的事 我也绝不会开口听你说话 说完后 游虫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 眼见对方越走越远 林和熙终于收回目光 片刻之后 她的嘴角微微弯起 她竟然为我说谎啊 时常被林和熙 聊得暴怒的游虫 见她摔跤 也还是会上前接着 见她被揍受伤 更是护在身后 当真是 再只也扛不住 迷人的小妖精 太阳逐渐吸血地向脑 游虫瞥见一个熟悉的声音 只见少年蹲在地上喂猫 一只手倾挠着流浪猫的下巴 直到她喂碗小面包 也还没察觉身后的人 当她拆台火腿肠包装袋时 身后的人上前提醒到 猫不能吃太多火腿肠 听出来人熟悉的声音 蹲在地上的林和熙 动作稍顿 她一边喂猫 一边转头对游虫说 流浪猫毕竟不比家养的猫 游虫不再说什么 转身要朝向外走 忽然身后的衣服被人拽住 游虫拧着眉头转身 就听见林和熙说 她腿麻站不起来 闻言 游虫额脚轻轻一闹 说她是自找的 身体却还是很诚实地伸出了手 林和熙握住她的手 借力起身 然而腿麻有些脱力 让她一时不稳 向游虫扑过去 游虫眼疾手快 扶住她的侧腰 一把将她揽入怀中 这一举动 让林和熙稍有惊讶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听见附近不远处的声音 林和熙反应过来 是来抓她的 转头告诉游虫说 先离开这里 然而下一秒 身后就传来 让她站住的喊叫声 游虫回头访问 有事 为首的刺头目光锐利地打量他们 最后落在林和熙身上 你这朋友跟我们结了点娘子 她不能走 游虫不嫌不淡地陈述事实 她不是我朋友 不是朋友更好 那你就躲远点 林和熙不愿牵连到旁人 她让游虫先走 我以为遇到这种情况 你巴不得求我留下 你既然不是我朋友 还留下来做什么 游虫没有说话 她觉得今天的林和熙 跟以前不太一样 她的视线再度扫向面前那些人 说虽然不是朋友 但人他要一起带走 文言 刺头面上露出狠意 那就两个都别走了 细声令下 只见一群混混朝他们围拢上来 林和熙语调轻松隔空喊话游虫 问她有没有玩过拳猴 来不及等游虫回答 林和熙一脚猛批一个混混 游虫闪身躲过一个空酒瓶 林和熙满脸兴致盎然地朝游虫喊 哥 虫哥 你当时给我回个话 这个时候你还有空耍嘴皮的 说着朝身前的混混就是一劝 得到来自对方的回应 林和熙眼中鼓起几分笑容 伸起半个酒瓶缓缓缓朝他俩走去 此时的游虫刚用木棍挡下一个玻璃瓶 等察觉到身后有人的那一刻 已来不及反应 变光火时间 一条手臂横穿而过 替他挡下砸过来的碎玻璃瓶 游虫握住林和熙完好无损的右手 动作极快地将人护在身后 对准迎来的混混就是意见 看着混混们精疲力尽地躺在地上 游虫转身看向林和熙低血的手臂 驾使我自己要打的 你不帮我挡也没关系 林和熙随意地开口说 算是还她的 文言 游虫眼前再度浮现出 对方蹲在地上喂猫时 伸出指尖去青毛流浪猫的画面 让她的心底渐渐生出几分异样 此时此刻的林和熙 与她过去别人口中听说的林和熙 相差 甚远 少年顽劣地搂住男人的脖梗 趁其不备用力将她一把拉住 让男人顺势跟她一起倒向她沙发 男人恼羞承怒 一字一句叫出她的名字 上集收到油虫和林和熙合力干假 林和熙替油虫挡了玻璃瓶受伤 让油虫心底对那个传闻中 劣迹斑斑的少年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此时 刚去医院处理完伤口的两人 正在医院附近的餐馆里吃饭 油虫问林和熙是怎么招惹到那些人的 林和熙低头回忆起 下午在电力店碰到了方青年 见她被一群混混捕的 于是出手带她甩开的那群人 想到这 林和熙觉得也没什么好说的 就敷衍了几句 点餐时 油虫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她倒知林和熙有事处理 大概半小时 如果吃完 她还没回来 就先自己打车回去 林和熙懒洋洋地硬了声号 一个半小时后 油虫没想到周诺这么堵车 想来林和熙应该回去了 她返回吃饭的餐馆看了一眼 店内已是漆黑一片 她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只是缓缓吐出一口气来 当她转身打算回到车上 目光扫过前窗的身影时 愣住一瞬 昏黄的灯光 落在林和熙的脸上 勾勒出她熟悉的五官轮廓来 油虫还没见过 这样安静的林和熙 她上前换了声她的名字 少年扬起灿烂的笑脸回应着 让她心底某处 微微颤了一下 车内 油虫问林和熙 为什么没有先回去 林和熙想了想 说是等她的时候 打了几局游戏 没想到时间过这么快 等出去打车时 车还没来 就先遇见了她 闻言油虫心中那点 微妙复杂的情绪 瞬间荡然无存 她嘲讽到 手都包成那样了 还有闲心打游戏 察觉到油虫前后 情绪明显的转变 林和熙若有所思 问她该不会以为 我还在等你吗 油虫当即就气笑了 我可没这么说 事事事 你没这么说 林和熙好脾气的附和她 转而又亲密眼眸 好奇的问她 那么 为什么要掉头回来 油虫沉默下来 她并不打算对林和熙撒 你也不打算向她解释 出乎意料的 林和熙非但没有顺势揭穿她 反而主动开口 转移了话题 说现在这个点宿舍 肯定回不去了 油虫没有说话 也没有问她 要去哪里过夜 直接把车从校门外开走了 见车辆驶入城南小区停车场 林和熙忍不住问道 这是要带她回家过夜吗 见开车的人没有出言否认 林和熙又问她家 沙发够不够长 能不能放下她的腿 下车时 油虫猜回了她一句 沙发可能放不下 闻言林和熙正打算说算了 却听见对方的后半句话 侧窝放得下 林和熙愣了愣 她居然没让我去找酒店 林和熙跟着油虫回到她家 就见一只阿拉斯加 警惕而又高傲地望着她 她上前一步蹲到她面前 问油虫这狗叫什么名字 油虫坐在沙发上 换了一身饭团 阿拉斯加就放着尾巴 朝油虫跑去 见状 林和熙喊了几遍饭团 阿拉斯加却只围着油虫转 并不搭理她 想摸她就自己想办法 林和熙垂眸思考片刻 缓缓走进油虫 说有事情要坦白 见林和熙伸手过来 油虫侧身避开 当她有话就直说 管好自己的手 那你再靠近一点 油虫省视她两眼 才缓缓靠近 只见林和熙攀上她的脖梗 毫无预兆地将她一把拉住 一起朝沙发躺去 短短一瞬间 她的脑中掠过林和熙那些 数不清的暧昧猎行 这时林和熙叫了一声饭团 阿拉斯加朝着油虫扑过来 油虫起身躲开 林和熙将跳上沙发的阿拉斯加圈个满怀 当即想明白 对方那样做的意图 油虫气急反向 我刚刚是不是说 有事情要跟你坦白 你难道不是故意骗我 想让我帮你拔狗引到沙发上 林和熙说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当听闻林和熙说 她就住在她家楼下时 油虫的面色彻底黑了下来 她将林和熙赶了出去 而林和熙还惦记着饭团 你就那么肯定 还有机会踏进这里 下一秒 门就被重重地关上 短暂的愣神过后 林和熙轻眨眼睛 你怎么就知道 我没有下次了 昨日二人还在奋血欲战 今日林和熙就被挂上论坛头条 听闻林和熙和妹子开访 油虫俊连冷漠 一向毫不关心论坛八卦的人 也凑近看了眼照片 昨天的那个时候 她不是跟我在一起吗 选修客的小组成员 原本在等林和熙 其中一个组员等着无聊 刷出今天大瓜 尽管其他人都信了 油虫还是觉得不大可能 她转而想起 那以前关于林和熙的传闻 说不定也有一定的水分 这时林和熙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 周轩率先不耐烦说 让他们顶着大太阳等黑影 林和熙雨掉散漫 回了一句大树下哪来的太阳 放来周轩阴沉的目光 油虫适时出生解围 人齐了就去准备下周野外科的东西 他们去户外设备店 租了三顶双人帐篷和两堆鱼竿 等回到车上 林和熙已经泪滩 她抬眸问油虫 当周轩说她迟到时候 我解闻了 油虫启动车辆 问她有没有看到校内论坛的铁 林和熙不以为意的门了一声 你不打算澄清 林和熙说她最讨厌麻烦 澄清一件小事 说不定会有更大的麻烦 文言 油虫诞生叙述 你父亲呢 上次周末去看比赛 是她让你去的吧 林和熙面路诧异 原来你知道 接着她轻轻蹭眉 说 她也不喜欢我 说出这句话时 她的眉眼冷静到近乎默然 林家会接纳我 不是因为她对我和我妈心生愧疚 而是因为林太太的别有用心 听她说完油虫谋色微臣 林和熙并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 她岔看话题 故意问她 既然知道铁子是假的 为什么不帮她澄清 油虫贴她一眼 你是我什么人 林和熙如实回答 什么人都不是 既然什么人都不是 我又为什么要替你澄清 看着后视镜里 林和熙低落的神情 油虫鬼使神拆斑的开口 林和熙 你要不要来帮我遛口 文言林和熙的眼眸亮了死了 真的吗 前一刻的满脸消沉 此时已经荡然无存 不愿意就算了 林和熙乖巧地点头 连声应道 愿意愿意 到了油虫家 林和熙搂住阿拉斯家 心满意足地叫着饭团宝贝 油虫满脸嘲讽 我家狗怎么成你的宝贝了 一个称谓而已 话落 林和熙又想故意逗她 如果你喜欢 我也可以叫你油虫宝贝 油虫果然无法忍受 说她无聊 见状 林和熙语气里染上几分醋侠 又犯了一声 油虫宝贝 难道你家人不叫你宝贝吗 油虫反问 难道你这么大 家里人还会叫你宝贝 文言 林和熙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我的亲生母亲 从来都不会这样叫我 仿佛不曾察觉到 空气的短暂凝脂 林和熙神色无常地问她 猜不猜得出 她名字的语语 油虫显然不太想猜 素眼说不知道 林和熙歪着头 说很好猜 一本正经地解释了字面上的意思 油虫眉间轻轻扬起 说她只能想到 地铁三号线的站立 你看 这不是很简单就猜到了吗 促然对上林和熙情绪深藏的眼眸 油虫眉间掠过一丝争钟 只见林和熙面上的神情 逐渐转为认真 说她名字 其实和地铁站没多大关系 和林和熙那条路 倒是有很大关系 她的母亲是第三者 在林和熙的一家医院生了她 原本把她扔在医院 却被医院里的监控拍到 不得不领走她 她生前曾经对我说过 林和熙和我是她一辈子里的尸入 油虫情绪复杂地望向她 面上俨然已经微微动容 下一秒 林和熙却毫无预兆地笑了起来 看着对方肆无忌惮的样子 油虫的脸色越来越沉 自从撞见少年喂猫的场景 油虫心底对她的看法改观了许多 她不再信那些论坛的八卦传闻 更愿意去信自己亲眼看到的人 几日过后 小组成员到达户外活动 油虫和周轩坐在湖边比赛钓鱼 林和熙替油虫装了几条鱼后 旁观钓鱼的性质渐渐被消磨殆尽 她瞥见一旁的艺术学院的学生 忽然有了想画画的冲动 她抬头朝油虫所在的位置扫一眼 眼底缓缓浮现出轻微的笑容 等她回去时 油虫让她帮忙看一会 油虫没走多远 被一个女生瞒住 她将油虫的话递给她 此时林和熙喊道有鱼上钩 油虫道谢后向她走去 她随手放下画 从林和熙身后握住鱼竿让她用力 手中的鱼竿骤然一抖 直接就着从背后环抱她的姿势 将鱼竿用力往上提 紧紧贴上对方结实的胸膛 让林和熙呼吸下意识的清平硬 掉完鱼竿 时间已接近傍晚 油虫问谁会处理活鱼 无人应声 林和熙自告奋勇 引来油虫的一度怀疑 只见她仰起唇角 真会还是假会 看看不就知道了 事实证明 林和熙难得有在油虫面前说真话的时候 看着林和熙手法熟练地将整条鱼从后背剖开 心里干净于肚子里的内脏 油虫心中再度升起 对传闻真实性和可信性的怀疑 她靠近林和熙 问她学校里传出来的那些留言 是真是假 林和熙始料未及 片刻之后弯唇一想 你很关心真假 油虫深邃地眼眸望向她 问她是不是因为林同的母亲才不想说 林和熙避开她的目光 下意识地不愿将自己的内心 完整喊露在对方面前 她问油虫难道没有听过 无风不起浪和空穴来风这样的话吗 油虫承认 但那是在她撞见林和熙在巷子里喂猫以前 看着林和熙躲避话题 她忍不住上前替她说道 经常和别人开房是假的 横行霸道仗是欺人是假的 男女不计送上门的都要也是 林和熙就没打断她的话 你说的话里有一句是错的 油虫问哪句错了 林和熙点脚斜身凑近她脸庞 男女不计是真的 譬如长成你这样的 我就很喜欢 说完便退开 别生气 待会我烤鱼给你吃 油虫怒容满面却也不好再发作 周轩人的香味走过去 忍不住想去家内外浇里面的鱼肉 被林和熙用筷子打掉 说她不能吃 周轩抱怨起 这鱼也有掉 林和熙又补充一句 不是说你不能吃 是说你现在不能吃 周轩一脸迷惑地 看着林和熙加起鱼片 送着油虫唇鞭 说她答应过油虫 第一块药先给她吃 油虫面容轻顿 恋上神情却有些微妙 看着林和熙眉眼 心为盎然地盯着她 她将鱼片拼入腹中 林和熙问她好吃吗 油虫眼瞼一开的评价还不错 那你是不是也该理上网来 请我吃点什么 料到她不会就此作罢 油虫从锅里盛出一碗汤端给她 林和熙故意凑近让油虫喂她 油虫神色微变 却不再如以往那样怒气冲冲 冷冷地说道 爱喝不喝 吃饱喝足后 有人提议去看星星 油虫和羊卷累了 先回了帐篷 一小时后 林和熙去帐篷里找油虫 她刚走进帐篷 叫了一声油虫 就被脚下的床垫半崩 她猛地向前出去 两人身体在狭小密闭的空间里 骤然紧贴 油虫嗓音低沉 让她起来 林和熙没有动 而是松开了轻轻捂住的左手 漂亮微小的银黄光点 在她的掌心内 防缓扶高飞出帐篷 而油虫也鬼使神差地 没有再推开她